猜对了一半 这姑娘不是仙女 她是个女鬼 最近有网友说 说让我说一点 这个刺激一点的话题 你比如说全色交易什么 我估计也是看新闻看的 说实话 这个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我也爱听 咱们就是说一个 主角是一人一鬼 更刺激 清朝道光年间 有个叫刘明甫的人 是个考官 有一回公务员考试 她负责月卷 这刘明甫有个毛病 好色 据说一天不搂着姑娘 就睡不踏实 有时候还得搂好几回 上午搂了下午搂 晚上还得搂 你这体力也真是好 今天有医生说了 说这叫有瘾 月卷这几天 都是封闭式的管理 不准出去 怕你跟考生作弊 所以刘明甫 月了三天三夜的卷 身边没出现女的 甭说女的 男的也没有 哎呀 可给她愁坏 无精打采了 有天晚上呢 月卷到了十二点 是越来越困 用手撑着头 打了个盹 一打盹 就做了个梦 就看一个 眉情目秀的妙龄女子 进了她这屋 身材小巧玲珑 像个江南的姑娘 刘明甫 你想憋了三天了 一看这样的美人 那哈拉的 哗啦哗啦哗啦的 就流出来了 姑娘也不客气 上去就坐在 刘明甫的腿上 媚眼如丝 看着她 俩人眉目传情了半天 虽然说一句话没有 可心里边 已经默契极了 慢慢的呢 就擒上 然后就是天雷勾地火呗 反正都是不让拨的事 这个足足一个时辰 古代一个时辰 是咱们现在两个小时 您就说刘明甫 是不是天赋异兵 这个之后俩人穿上衣服吧 这姑娘从事到尾 没说一句话 这时候开口了 说大人 拜托您留意 有桂花香三个字的落榜橘子 说完了 也没说别的 也没道别 轻飘飘的就走了 刘明甫还回味你 这姑娘 好家伙 真够意思 来得直接走了 痛快 不粘人 不像凡间女子 不拘礼法的 还倒像仙女 就是可惜了 没来急 加个好友 他猜对了一半 这姑娘不是仙女 她是个女鬼 可人家确实没害人呢 算是一个色鬼吧 挺好 后来刘明甫就醒了 发现是个梦 但是回味无穷 一边回味 一边就翻手边 落榜的这些个卷子 发现真有一张 里边有一句 杏花时极 贵花香 他就一惊了 拿起来看 看看为什么落榜 结果把这份卷子看完了 发现这个考生啊 文采了得 怎么给人弄落榜呢 他想起来了 这几天不是憋的 哼吗 这人写的字 一般 当时他心里面正烦 看了个开头 就把卷子扔了 就是这么回事 好了 这回拾起来吧 把这卷子重新的判 判了一个第六名 等后来这一放榜 第六名的秀才叫陈英时啊 算是中举了 刘明甫就把这陈英时叫到屋里边 小声呢 说 说你小子多有福气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是做了一个春梦啊 你就落榜了 咱俩人既然有这样的缘分 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我提供你 刘明甫呢 也不避讳 就把那天晚上做的这个梦 告诉他了 陈英时听完了 就愣了 愣了一会就哭了 说大人呢 诗不相瞒 我平时也有一些个闲情雅趣 爱逛青楼这么的 那天晚上啊 找您的那个姑娘 名叫七娘 其实是我以前的老乡好 我本想给她书身 可没凑够钱 最后她为了我跳河死 刘明甫一听啊 一身的冷汗 合着还真有奇人啊 确切的说是真有鬼啊 俩人惊讶了会儿 也挺感慨的 刘明甫说 七娘也算是有情有义 死了还不忘捞你一把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 你得上人家坟头上磕个头 烧点香 也不忘人家对你真情一场 陈英时也觉得对 所以从此以后 年年清明都去给七娘上坟 感谢她这一片真情 这堪比救命之恩呢 哎 怪了 您说这场全色交易 怎么听着还挺感动的